哈喽 大家好 我是哈人家大姨子 我们萌萌树 今天也 今天是春节特辑第四弹 今天是什么呢 给大家来一点健康的年货 我之前也很健康啊 之前只是美味 但是不健康 就好像跟我谈恋爱一样 春春只能给你快乐 我们之前分享了很多好吃的零食 但有伙伴频繁地刷弹幕 这里面有反噬脂肪酸 这里面是带可可 只不健康 看到这些弹幕之后 就有很多宝贝开始吵架了 说哎呀 你们什么都不吃 那就没有东西吃了 我告诉你有 我专门去超市里面 给他松柔了超级多 没有反噬脂肪酸的年货零食 今天一起来看看 有没有你喜欢的 先给大家做一个科普 什么叫反噬脂肪酸 就是一种不饱和脂肪酸 它的坏处就是容易胖 不容易代谢 如何辨别它呢 只要看到这些词 如果想要健康的话 就尽量少吃 比如说 这些都不是特别特别的健康 但是真的是市面上好多食物都会有这些 我想给大家传达的一点是 我们要注意一下反噬脂肪酸 这个东西对人体的一些不好的地方 但是也不要因噎费食 看到了就完全不吃 我觉得也没有必要 而且当你和朋友一起聚餐的时候 朋友吃得很开心 你突然说 这是有反噬脂肪酸不能吃哦 很吓头 我个人觉得就是有点扫兴 大家已经聚餐开始吃炸鸡了 不健康哦 你就想想想看 这个场面如果是你妈妈跟你说 你已经开始翻白眼了 你这时候说少帮我 但今天我们找到这些没有反噬脂肪酸的 年货零食依然很好吃 一个一个来吧 都是超市能买得到的 当然我这些也是在网上面搜集的 我要根据我们的搜查表一个一个的检查它 看网上传的它到底有没有那么健康 对 哇现在吃个零食要做成分的 这个压力好大要做博主 第一个我真的没想到 荔枝式微化饼干 看一下配料表很重要 我一直觉得荔枝式很不健康 但是很好吃 荔枝式真的是很好吃 对 我感觉自己在上课你知道吗 温习客温 但我有一个迷思 它虽然没有反噬脂肪酸 但是里面也有很多的糖 是不是 这不一个事吧 都不能多吃 小一件是一件是吧 它第一位就是白砂糖 第二位是植物油 我们只看反噬脂肪酸了 好吧 人不能活得这么清醒 人活那么清醒的话 你就吃糠就好了 燕麦啊 燕麦还碳水还多呢 别吃了喝露水 我真觉得不要吃到焦露 过年吃个开心就好了 好久没吃荔枝式了 我来尝一尝 非常香 原来我有个朋友 他是这个品牌 中国带米厂的市场人员 当时我们在南京 他在南京做市场调研的时候 我带了很多 我以为是老板娘女儿呢 我说介绍给我 辣椰 这点是如果老板娘女儿 阿发自己不下手吧 它是非常蓬松的 知识威化 很好吃 没有点 看 拉皮认证了 你知道吗 而且它那种蓬松 是完全嘴巴都不会干的那种 一口一个完全没问题 里面还是浓浓的三层芝士夹心哦 虽然不会爆浆 它是那种干烙粉的感觉 过年的时候吃起来太开心了吧 嗯 好酥好软 过年的时候给自己一个理由 你想买它 你跟爸爸说 没有 反式脂肪酸 下一个更离谱 胃龙辣条 这个真的算健康的意思吧 什么东西啊 想忽量我的干什么 但如果仅仅适用 有没有反式脂肪酸来判断的话 它确实配料表非常干净 这里面的配料表就是想麦粉 植物油 然后有很多香腥料和盐和味精 重油重盐 辣条这个东西需要测评吗 你们没吃过胃龙吗 好离谱哦 这张视频从开始的那一刻 心中就没有信念感 当然就是普及一下 反式脂肪酸的这个 芝士是对的 来 这个是辣条 非常油非常辣 里面一吃就没有反式脂肪酸 下一个上好家鲜虾片 看一下它的配料 非常好吃 我觉得这是上好家 最好吃的零食 当然这个就是一奥 稍微提醒一下上好家 再这样你确实会 除了手本 你要有创新啊 别说了别说了 上好家已经开始努力了 给他一些时间 好吧 那我们说没错过上好家 好没吧 错过了 骂得要死 没想讲的就是鲜虾脆啊 还有谁没有吃过 小麦粉 植物油 燕粉 和调味料 味精 味精是不是应该少吃啊 对 就反式脂肪酸 它和这些配料相比 它有一个比较大的坏处是 它不容易代谢 它代谢速度会非常非常的慢 你吃其他零食是会发胖 但是反式脂肪酸 它不仅会胖 它还会囤积 就会你在你的身上 可能其他东西 你代谢个一个礼拜就代谢掉了 它可能需要半年 天天吃你 你的身体就是一个飞转的轮盘 就每天在累积 你可能现在已经开始 提前预知了10年之后的消耗量 当然在这里提醒 就是我们现在推荐的 也不是说大家一下能吃很多的 也是要节制食量 好吃 但是不能贪杯哦 说什么都会很严谨 因为你从各个四面八方 都会有按键设来 下一个我非常喜欢的 看看它的配料表 确实没有 我还记得一个 芝芝末 其实就是起酥油 芝芝末 戴柯柯纸 这三个是重在区 就用的比较多的 对 调味酥脂很好吃 年货一定要买 即使它有反式脂肪酸我也会买 很香很脆 就是啥 太好吃了 里面是大米 你可以想象 它是苏小版的旺仔大米饼 它其实是比较香脆的那一卦 而且小的比大的更入味 新年一定要吃旺旺哦 它这个广告其实好好哦 会取名字真的 以前的品牌都很会取名字 比如说如果你要做一个英式品牌 你希望它介绍什么 吃不饭 你这个违反广告法了 这个不行了 下一个原味乐视薯片 我一直觉得它不是 乐么乐么的 但是它用的油是植物油 它不是起酥油 起酥油就是反式脂肪酸 植物油它纯粹只是油炸 或者是那种桶装的乐视薯片也完全OK 它配料还挺精简的 但是我看不懂 上面就是马铃薯植物油 以及调味料没有了 调味料叫什么来着 就盐味精和二眼化故意 为什么你会二眼化故意 大家可以刷一个弹幕 你过年一定会吃的薯片是什么味道 我一定会买的就是原味 番茄也烧烤 好吃 下一个 A 糖果 过年是不是要吃糖果 会蛀牙的健康糖果 它来啦 这句话是我很欠揍 大白兔 大家配料讲 糖果也变成健康零食啦 其实你会发现很多的国产的老国货 配料没有那么多花里胡哨的东西 这里面就是麦芽糖 白砂糖 竹粉 奶油 食品添加剂 食品添加剂 明椒 因为食品添加剂这个东西 大家也要保持一个合理 现在没有什么临时不加添加剂的 油 盐 糖 醋 都算食品添加剂 你知道吧 这跟你的化妆品里面加防腐剂 这是一件很正常的事情 就是不能放太多 要不然你就是搞仙渣 仙渣你能用在脸上吗 只能用一天 不能够阴夜费事 是不卑躬舍影 你叫成语大王 不谈剂量 谈成分 就是在骗人 它为什么要制造焦虑 是为了赚你的钱 要不然就是为了不留料 奶糖 可以吃 在这边凑大白的奶油 你不觉得很奇怪吗 还有个巧克力也可以吃的 非常良心的 费列螺 啊 这个是每年一吃的很喜信 今年宝 贵有贵的到 它其实配方真的还蛮好的 它用到的是可可纸 很明确的像吃巧克力 如果你比较在意的话 你就吃可可纸就好了 3块3一个 费列螺这个东西呢 我是要尝一尝 因为我爱吃巧克力 带可可纸和可可纸吃的真是不少 算好吃哦 但是像什么巧克力威化啊 蛋黄派啊 我也觉得非常好吃 本来就好吃啊 但里面有那个反射脂肪酸嘛 蛋黄派里面有反射脂肪酸 看我们的巧克力涂层 我们的巧克力涂层 那个是我的童年 你说它不行 你就好像是跟我说 你一定要跟阿爸分开 分不开 我和蛋黄派掉水里面 你先救谁啊 救你 为什么 没有原因 连别人都不想骗了 没关系 这是我想的答案 弹幕又骂起来了 没关系 过年嘛 说点吉祥话 下一个 奥利奥的灵糖系列 这个就更加健康一点点了 它里面用到的是带糖 糖又更少了一些些 对 但是热量呢 也没有特别的低 这个事情就是很奇妙的 它 它健康但是热量不低 吃起来的时候 和普通的奥利奥是一毛一样的 我近期其实会 喜欢吃这个比较多 因为奥利奥真的是个经典饼干 你直接用它去泡牛奶 当早餐 或者说是泡奶茶 蘸奶油都非常好吃 口味和普通奥利奥几乎一样 我们今天做不过一个测评 你就盲选吃不出来的 对 但如果你要硬说 你总能说出个一二三来 就跟你喝无汤可乐 和有汤可乐是一样的 硬说是能说出来的 非常的酥脆好吃 如果 你看 Naki爱了 就是一个致命的毒药 爱费你来说真是毒药 下一个 这个我真的没想到 友成的肉松饼 这么健康 这个真的居好吃 我以前都一箱一箱的买 热量极高 但是它里面可以吃 我也不想多废话 如果你还没尝过的话 一定要尝一尝 它我觉得它是第一代的那种网红零食 里面就是走那种足量肉松 吃到饱吃到爽 微微的甜 然后你又能吃到一根根的肉松的酥 你比你去外面去买那种什么肉松蛋糕 要更加香更加好吃 哇 我看热松鱼出来了 便宜大碗吧 可以带你来12块钱了 这么便宜 太快乐了吧 当然了 就算没有反式脂肪酸 大家也不能多吃 毕竟热量很高 但是你在过年 你在过节 一切都年后再谈 打飞 不要在这么开心的时刻 说这么下头的话 这个过年的时候 我阿姨一折腾好菜 突然一个人说 少吃点你要减肥 说话 在过年的时候 连我妈都不说 是个亲戚都会说 哎呀 多吃点大块链的 不容易 这种话 差点要拉回他 是吧 刀已经举起来了 没有想到的是友军 好 今天的无反式脂肪酸 超级好吃的年货零食大肠 就是这样 清单总结在这里 如果你想要吃一些 比较健康的 没有反式脂肪酸的年货零食的话 可以按照清单去买 反而再次重申 我觉得互联网上 很多人去分享一些健康的知识 我觉得是重要 但是也不要 因为这个去阻碍了 我们去快乐的权利 同时也不要因为 你知道一点知识 就去阻碍别人快乐的权利 别人想吃 今天视频就要是压害你们了 不